第三课 经文是第二章的17节到第三章的20节 可是我想我有一点点 师母上次分享的12节到16节 我想有点要跟东野分享好不好 稍微有一点点补充 罗马书的第二章12节到16节 因为这个地方有时候会 包括基督徒会有些困惑 因为那边保罗所讲的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 如果有律法的话 没有律法就不算 犯了罪就不按律法灭亡 如果有些人 他如果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我们这样解读 如果没有听过福音的话 那怎么办呢 这样是不是很不公平 比方说我们常常就想到 那孔子到底有没有得救啊 孔子他没有听过福音 他没有机会听过福音 孔子应该 我们觉得他应该 道德水水很高 对不对 那其实 真的还是假的 谁也不知道 他罗玉语写得很好 可是 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没有人知道 好不好 人心 我不是批评孔子 我们只是针就他来讲 那孔子会不会得救呢 这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那在福音传到中国之前 很多我们中国人说的圣贤人物 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 那他们会不会得救呢 如果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然后他们就都灭亡了 这不太公平吧 是不是 甚至有人就想说 那这样子 我还不如不听福音 还比较好的 如果没有听到福音 我就不会 不会照律法来定罪吗 是不是 那其实有些 有些东西 我们要 他还是有一些 有些讲究 我稍微跟我提一下 你看第二章的12节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就必不按律法灭亡 是不是 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 就必按律法受审判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 那还好 那如果没有律法不就好吗 我如果没有律法 我犯了罪 就不按律法灭亡 没有律法犯了罪 他仍然是罪 这个我们需要弄清楚 好不好 孔子他没有听过福音 没有听过神律法 但他犯罪 是不是罪 还是罪啊 不要说 没有听过律法 所以犯罪就不是罪 这个观点一定要有 那如果说 没有听过福音 没有听过律法 所以他犯罪就 也不算 所以他道德很好嘛 他虽然犯了罪 可是他还是可以得救 那这样神就不公平 你知道那个逻辑 我举个例子说 比方说 那如果有些 就像现在的法律 就像现在的法律来说 如果你不知道 杀人是犯罪 你杀了人 要不受审判 要不要受审判 要啊 多别判判判 这道理我们都知道 他讲 你不你知道 比如说有一个乡下一个老公公 他可能这辈子都没上过书 都没念过学 都没有念过书 他真的不知道 杀人是犯罪 他生了杀了 你说 因为他不知道 他从来没有读过六法圈书 他也没上过书 所以他不知道 杀人是犯法的 那就算不算犯罪 算啊 要不要判刑 要判刑啊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你不知道做了 并不想没有罪 并不想没有罪 好那这边是什么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就必犯律法灭亡 什么意思呢 他特别提到说 如果 如果 这个律法他特别讲了神的律法 讲神的律法 讲到实戒啊 讲到很多律例啊 典章啊 对不对 如果外邦人 从来没有听过包括孔子 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从来不知道神的实戒 从来不知道神的律法典章 他犯了律法 违背神律法的罪 那他就不按律法来定他罪 可是并不表示他没有犯罪 好不好 比方一个外邦人 他可能没有犯了 现代的人 他如果没有犯了 这个神 这个律法上所规定的罪 但是他犯了 中华民国刑法的罪 还是要犯罪啊 就这个意思 就是他只是不必按照 神的律法 来背叛有罪 犹太人他们知道神的律法 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方说 神在律法上面 有点章条件讲说 你摸了死人 这就有罪 对不对 犹太人他不能做这个的 他们违背了安息日 那就有罪 可是一个外邦人 我们不晓得什么安息日 什么不晓得 我们就犯了安息日 那我们就不会按照神的律法 来定我们的罪 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太复杂 所以说我们这些外邦人 我们当我们违背了律法 神的律法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听过 所以神就不会按照 他的律法来定我们有罪 那犹太人 他们因为有神的律法 他们从小读神的律法 所以当他们违背 神的律法的时候 那他们就按照神的律法 来判他们的罪 而我们这些 我们从来不知道 神的律法 我们做了违背神律法的事情 那神就不会定我们有罪 圣经上有很多种 再举个例子 比方说圣经上记不记得 神说不要穿那种混纺的衣服 麻呀那种 有没有两种材料 编织的衣服不要穿 对不对 犹太人他们说 他们如果穿的话 那就有罪 按照神的律法定他们罪 可是我们现在 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都很多混纺的 两三种材料 一起做的衣服 但是我们不晓得 所以神就不用 他的律法来定我们罪 就是这个意思 并表示说我们犯罪 不算罪 好不好 那你看 我举一段经文给各位看 另一位记 各位不应该看 我来翻给各位看 另一位记 五章第二节 另一位记 五章第二节 若有人摸了不洁的物 无论是不洁的 死的 死的受 是不洁的 死的牲畜 是不洁的 他却不知道 因此就成了不洁 他如果 即使那些犹太人 他们虽然不知道 摸了那个牲畜 死的牲畜是罪 他摸了 还是犯了神的罪 因为按照神的律法 是这样讲的 而我们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摸了 神就不会按照 他的律法来定我们的罪 好吗 这是一个例子 好 那 那 同样我刚刚刚说 外邦人 那如果我们 你说 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算犯罪 如果我们违背了 地上的法律的话 即使我们不知道 我们仍然要为我们所做的 被受审判 只是我们不会按照 神的律法 来受审判 这是保罗这边的话 这个意思 好吗 好 那后面通常我们有个问题 就是 关于那是非之心 就是 如果我们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我也不是基督徒 那 神怎么审判我们 神用我们的 里面的是非之心 那个良心 良心 好 犹太人是按照 神是按照律法 来定他的罪 那 那外邦人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像你我都听过福音 神可能就 神会按照他的 那个律法 来定我们的罪 可是如果一个外邦人 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像我说的孔子 那他就按照他的良心 他良心 他所做的 他所做的 上帝是照 一个人所知道的 和他一个人 他有机会知道的 去定他的罪 好 所以我们回答过我的问题 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 我们一定不要觉得说 那这样子 会不会有人说 我信耶稣 如果我不信就好了 信的话反而好 如果我不信的话 可能 随便我的良心 就还好 还可以得救 我现在信耶稣 要发现 哇 都是罪 我很难胜过那罪 或者你碰到一个 也许你的长辈 你觉得他真的 蛮善良的 真的很好 他说良心 有天神散办他 他一定可以得救了 因为他真的都没犯过什么错 所以我不要传福音给他 错 这种人 我们一定有这种想法 好不好 就像 神说了 世人都犯了最亏缺的神的荣耀 我们看 我们看真正 要看整本 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 那 没有一个人敢讲说 有一天我在神面前 神看我说 我这是是非之心 我对得起了良心 所以神会判我 为无罪的 我们自己不这样想 当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 我们一定也不要这样想 好不好 所以我这样讲 就要告诉各位说 我们的责任就是 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人 不管那个人是 你觉得他多好 你觉得他不需要福音 他道德这么高尚 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我们不要误会 这边保罗所说的 好不好 好 所以你不要再想到说 哪些人 他可能不需要福音 他可能 我们的责任就是 把福音传给他们 那至于 真的那些 他们从来没有机会 听过福音的人 那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相信 我们知道一件事 就是神是公平公义的神 而且神知道 人内心的动机 你说了天花乱者 他们是多么善良 多么好的人 那到底真的是不是 那神会知道 而且我自己觉得 我知道神一定会有 公平的审判 那就我们来说 我们的责任就是 不管什么人 他其实看起来 多么好再高尚 我们这人认识 要把福音传给他们 好吗 以免他们 到后来审判上才发现 原来不是那一回事 他们就灭亡了 那我们就要负习 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的责任 好吗 好 来我们来看今天的 今天的经文 今天是 第三课 是十七节到 第二章十七 第三章二十节 你看这个主题 讲到犹太人的不义 好 世人都犯了罪 包括犹太人也是一样 虽然他们有神的律法 或者他们新的割礼 可是在神眼中看来 他们仍然是不义的 他们需要福音 需要救恩 来看第一点 第一点 犹太人的不义 第二章十七节的二十九节 我们现在看 十七节的二十节 好不好 十七节的二十节 因为题目告诉我们说 犹太人在信仰上 如何看自己和看外邦人 十七节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 你成为犹太人 又倚靠律法 且指着神夸口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 就晓得神的旨意 也能分辨是非 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凌路的 是黑暗中人的光 是愚笨人的师父 是小孩子的先生 在律法上 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犹太人 当然罗马书 他讲了很多东西 可是当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就是从那个题目 课本给我们的题目来看 从这几节我们看见 犹太人在信仰上 他们怎么看自己 他们怎么样看别人 他们怎么样看自己 他们怎么样看别人 如果你从十七节 我们就看出来 犹太人 看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 是亚伯兰的后遗 是特别的一群人 对不对 他们指的 他们也从神领受了律法 领受律法 而且他们有 当然律法中包括 很多的律法 他们觉得他们是很特别的 所以神把律法给他们 那律法讲到神的心意 讲到神的旨意 讲到神对他们的期待 而且这个律法呢 可以帮助他们分辨对和错 对不对 保罗这边讲嘛 是不是 他们晓得神的旨意 也能分辨是非 他们从律法中受了教训 他们觉得他们是很特别 因为神就把律法给他们 他们有了律法以后呢 他们就知道怎样 明白神的旨意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照律法所说的 神说可以做 他们就做 那就是对 神说不可以做 他们不做 那就是错 所以他们觉得 他们真的蛮特别 他们真的蛮骄傲的 他们觉得他们是师父 他们可以领瞎子 走那个对的路 他们觉得 犹太人觉得 他们跟神有个特别的关系 他们是神特别受拣选的 神特别爱他们 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宠 所以你看这几节里面 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怎么样看自己 对于你们 其实我稍微提一下 罗马书这边 当我们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比方说保罗说 在刚刚十七节说 你称为犹太人 好一个你 有没有 然后第三章 一开始说 这么说来 犹太人有什么常数呢 这是一个当时 写书信的 往返的一种书写的方法 就是好像保罗 假设有两个人 在那边讨论 从这段经文里面 看见 一个就是保罗 一个是假设的 一个犹太人 他们俩在对话 保罗就说 你既然称为犹太人 你依靠上帝 你有很多律法 怎么样 但是你有怎么样 你看保罗在讲 对不对 他讲了很多 那当然其中 很多是责备犹太人 说犹太人不对 然后到第三章 第一节就 第三章第一节 是一个犹太人反问 一个假设的犹太人 就说 那这样说来 我作为犹太人 有什么好处呢 你知道 所以我们看 罗马书的时候 有时候保罗会这样写 他用 他两个人 他是假设的 这样子 让我们可以更多 明白的真理 所以保罗就在那边说 你既然称为犹太人 你说 你觉得 你看你自己 那么了不起 你觉得你们是 特别蒙宠爱的 神把律法给你们 你们知道分辨 神的旨意 你们知道分辨 什么对 什么是错 那你们又觉得 你们做别人的师父 你们是 很特别的一群 你们跟神有 特别的关系 好 就他们看自己 犹太看自己 这么了不起 外邦人都是狗 对他们来讲 外邦人都是狗 好 他们怎么看 外邦人 显然 虽然他们也讲 很清楚 当然 他们就看 外邦人是什么 神不爱 神不爱外邦人 他们不是 亚伯拉罕的后遗 亚伯拉罕对犹太人 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他们深深 以亚伯拉罕的 作为亚伯拉罕后遗为荣 亚伯拉罕是他们 最非常遵从的 他们的祖先 信心的父亲 所以外邦人就 你们根本就 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遗 都不是 这我们的血统 是最纯正的 那当然显然他们就是 无法之谱嘛 没有神的律法 没有神律法 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分辨是非 所以外邦人就跟瞎子一样 一天到晚就慢慢就走往死亡的道路 是很笨的人 因为不认识神 也不认识神的律法 他们是 他们是跟神的救人无分的 在救人的门外 神的救人 不是为他们预备的 这就是犹太人 他们外邦人 从这些经过里面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十七节到二十节 好 来我们到下面一个 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外邦人为什么会因 他们而亵渎神的名呢 这个题目就是 但是这样既然这样 犹太人既然这样子 他们这么了不起 他们觉得他们这么特别 神特别爱他们 神给他们特别恩典 给他们律法 可是为什么外邦人 会因这些犹太人 而亵渎神的名呢 弟兄弟们你知道 几千年来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很多不信神的外邦人 他们还非常非常讨厌犹太人 你知道吗 很多人很多外邦人 因这些犹太人 他们反而 我们要信上帝 那么亵渎神的名 一直到今天仍然是 你知道 一直到今天 犹太人是令很多人震恨 犹太人是到世界各地都非常不受欢迎的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希特勒杀了600人犹太人 对不对 希特勒当然他是错 我们都是错 我们知道他是错 希特勒觉得他们的民族是最纯重的 犹太人 犹太人是敬拜诸的 犹太人是 所以他们杀犹太人 台湾还好了 有一件事情 各位我想你们可能不知道 犹太人很特别 犹太人不是1948年被建国吗 犹太人重新建国以后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他们都回到以色列去 很多犹太人 所以他们就开始重新建立国度 2000年来 他们都 犹太人很难被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同化 很难 只有一群犹太人 他们到中国 被汉人同化 你们大家不晓得 这些历史书我们就讲 有一群犹太人他们到了中国 他们就被汉人同化了 我父亲有一个结拜兄弟 他也是个作家 他叫钟雷 他们年轻人大概不知道了 他儿子翟辉 以前早期一个电视的一个主播 很早期 他就是犹太人的后裔 犹太人 你看他根本不像中国人 就很高大 那个蓝眼睛 但是他祖先就是在河南人 就是河南那边的犹太人 完全样子还像个犹太人 可是几代就是中国人 好 这题外话 好 世界各地人都讨厌犹太人 犹太人因为 犹太人很聪明 犹太人很会做生意 对不对 有四号人说 最后生意就是犹太人跟中国人 华人 汉人 犹太人很会做生意 所以大家都讨厌他 美国 美国的经济的命脉 事实上掌握在犹太人手里面 可是这些美国人也 基本上非常讨厌犹太人 当然美国他们嘴巴上讲是不喜欢 不可以种族歧视 但事实上 真的在美国住 你知道有种族歧视 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名字 一看那个姓 那个last name 就知道是犹太人 他们也在美国很几代 可是一看名字的犹太人 美国人还是 主要不讲 心里很讨厌他们 所以犹太人是令很多人讨厌的 而且很多人因着他们 泄赌神的名 这么多年来 外邦人也用 在历史记带里面 或者遇到现今 不信神的人 不敬畏神的人 仍然用最难听的话 来修辱犹太人 比方说 他们是最令人厌恶的民族 最下流的奴隶 他们曾经在埃及王手下 做奴隶对不对 他们说奴隶 他们是长大麻疯的一群人 那时候我们从心上看知道 那时候有麻疯病对不对 他们是长大麻疯的那群人 他们不吃猪肉呢 为什么犹太人不吃猪肉 当然是乱讲了 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呢 因为猪 他们把猪当上帝来拜 就外面这样讲 他们觉得 为什么不吃猪肉 因为他们觉得猪肉比人肉还值钱 怎么骂犹太人 这是一种反讽的讲法 他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 犹太人当然觉得 他们守安息日是因为神的命令 可是外面人说 他们不守安息日 就是懒惰 不想上班 不喜欢做事 好 问题是 保罗在这边讲了 是保罗一指责犹太人不易 对不对 保罗指出 为什么犹太人 这么令人讨厌 以色列人 我们刚刚有读 对不对 是什么 因为保罗说 你们按照神的律法 神给你们律法 神特别恩待你们 把律法给你们 你们本来应该做师傅 你们本来应该领虾子 走正路 但是怎么样 21节 你既是教导别人 还不教导自己吗 就守备犹太人 应该教导别人 可是你自己都不做好 你不先教你自己 就表示说 他们 他们只会指责别人 自己自己不做 对不对 法利赛人就是这样 你说 你讲说人不可以偷窃 自己还偷窃 第二十二节 你说人不可以建议 你自己还建议 就是犹太人 你们根本就说 说不到 你们常常把那个中了担子 担在别人肩膀上 你自己一根手指都不动 你厌恶偶像 自己还偷窃 庙中之物吗 就是说 你们都是假的 你们是假帮为善的一群人 二十二十三节 你指的律法夸口 自己道犯律法 你们一天到晚说 我们有神的律法 律法使我们聪明 有智慧 我们就从律法知道 怎么样分辨是非 你们指的律法夸口 但是你们自己道犯律法 玷污上帝 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 因你们受的褹逐 正如经常所记得 所以很多外邦人 一直到现在 很讨厌犹太人 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他们虽然 一直强了他们 特别神的选民 他们有神的律法 他们很严谨 在生活上 在外表上 非常严谨 穿那个衣服 什么注意节旗 说安息日 看起来非常圣洁 非常敬虔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保罗指出他们说 不只在保罗时代 连今天也是一样 保罗说什么 就说你们 你们说你们做不到 所以外邦人 因着你们 就亵渎神的名 他们 你的因子里面 他们根本不要信上帝 这是第二章的 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这边所说的 好不好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继续往下看 第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 保罗指出 犹太人 怎样的一个错误 割离的争议为何 我们来看二十五节 好不好 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 我要请你们一起来读 这节经文 请二十五节一起来读 你若是行律法的 割离固然与你有益 若是犯律法的 你的割离就算不得割离 所以那未受割离的 若遵守律法的条理 他虽然未受割离 岂不算是有割离吗 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离的 若能全守律法 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 疑问和割离 禁犯律法的人吗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离 也不是真割离 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离也是心里的 在乎灵 不在乎疑问 这人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乃至从神来的 好 我看一下 为什么 我刚刚提到 为什么犹太人 他们拥有律法 他们自明清高 他们高高在上 可是外邦人 却因着他们 在泄赎神的名呢 我刚刚跟各位说了 因为他们假冒为善 他们只是说 他们自己不做 他们要求别人做 用神的律法定别人罪 可是他们自己 却破坏律法 不准有神的律法 他们就是假冒为善的人 所以听我们这些话 待会我们会提到歌里 我们要留意 其实保罗在那边 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意义 他告诉我们说 神希望我们很真实 神希望我们很真实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跟各位说 讲到戴面具 法利赛人 假冒为善 这个字 他其实就是讲了 就是一个戴面具一样 你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在这个人面前说一套 在那个人面前说一套 在神面前说一套 在人面前说一套 那就是假冒为善的意思 可是神不要我们那样子 神让我们活出真实 神不要我们假装很属灵 神不要我们一天到晚说 很多属灵的术语 那当然 当然我不说那个错 只是神告诉我们说 神让我们生命很真实 生命很真实 也并表示说 我就是这样子 那怎样 不是 生命要改变 生命要改变 生命要继续不断地成长 在诸位里面成长 那即使我们还不够完全 可是我们已经告主了恩典 我们在成长 那如果不安全 就这样 神喜欢宁可我们是这样 我们常说 神按照我们的本相 来接纳我们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就是主不喜欢我们 讲冒为善 好不好 讲冒为善 只是欺骗自己 欺负别人 可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欺骗不了神 神什么都知道 神是无所不知的 当约拿 这里看我们读约拿 当约拿在鱼肚子里的时候 他想什么 主都知道 所以我想我们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不需要 把自己 打扮成什么样子 神认识我们 那讲的割离也是一样 好 那 那 OK 割离 割离 其实如果我们按照 神经上我们知道 是谁有割离 才有律法 对不对 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 亚伯拉罕 他行割离 所以律法是在后面 律法是在后面 犹太人行割离 割离地位面 割离是一个 是一个记号 是一个记号 是记号 那当亚伯拉罕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 神经营这个民族 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 一个呼召 当然 我们知道神要借着亚伯拉罕 他的民族 引出救主 带出救恩 叫我们应该 他给得救 所以他现在需要 拣选一个人 拣选一个民族 对不对 那这个民族是 好像做个预表 是要分别出来的 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从这个世界被神分别出来 引着救恩被分别出来 这单单归给神的 那不是神不爱 别的民族 可是救恩是要运作的 对不对 所以当初神 让叫亚伯拉罕 行割离 那是一个记号 可是右边你知道 割离是一个分别的记号 对不对 可是在当时的民族 在当时亚伯拉罕旁边的民族 外方民族 他们都是行割离的 有时候我们会误会说 那些人他们都不行割离 所以主教亚伯拉行割离 从他出来行割离 就很特别 跟别人不一样 对不对 别的民族都没有行割离 只有亚伯拉罕这一族 行了割离 所以他们是被分别 其实不是 在当时那些旁边的民族 那些所谓外方民族 什么亚马利人 我们看圣经探读的 那些人 他们都是行割离 那是割离是当时的 那习惯 可是神当初也让亚伯拉罕 行了割离 还不是一个肉体上的分别 是心里面的分别 肉体上没有什么 一样啊 别的民族也是行割离啊 所以割离让我们知道 是心里的 是心里 这才是保罗这边 所说的重点 所说的重点 所以我们看里面 第25节 你若是行割离的 你若是行律法的 割离固然与你有利 若是犯律法的 你的割离就算很多律法 所以重点不是割离 重点是神的律法 而神律法是要叫我们 律法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叫我们遵守神的命令 顺服 保罗这边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是以色列人 你们若是行律法 你们觉得你们 遵守神的命令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们遵守了 你们有割离 OK 就这样 不错啊 对你们有意 是不是 表明你真的顺服神 因为割离也是神 给他们一个命令 但是如果你 你犯了神的律法 你没有遵守主流的命令 你即使受了割离 没有用啊 没有用 因为割离是心理的 是心理的 好不好 所以在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所以那未受割离的 若遵守律法的条例 他虽然未受割离 岂不算是有割离的吗 我就跟那个犹太人说 虚拟的犹太人说 那些没有受割离的人 外邦民族 有的民族是没有受割离的 对不对 但是他们如果 遵守神的律法 那他就算有受割离 因为重点不是割离 重点是 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 有没有顺服神 保罗说一次再一次 要跟他们讲 因为犹太人 他们虽然有律法 甚至有割离 可是他们不顺服主流的命令 保罗说那个不对 那个不好 那个不是祝福 而且 保罗讲更严重 而且本来未受割离的 若能全守律法 请不是要审判 你这有疑问和割离 进犯律法的人吗 对犹太人说 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责 因为犹太人根本觉得 外邦人是猪是狗 对不对 没有救恩 可是保罗告诉他们 不是的 如果这些没有割离 没有律法的人 他们如果遵守神的律法 虽然他们没有受割离 有一天他们会审判你 保罗说一次再一次 保罗这边所强调了 乃是告诉我们说 告诉犹太人告诉我们说 其实遵守主流的命令 顺服神 敬畏神 那最重要的事情 割离不重要 割离不重要 好不好 即使对犹太人来说 如果你即使你行的割离 你不遵守主流的命令 还是对你无益 保罗就用这种讲法 第二十八节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 不是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离 也不是真割离 唯有里面做了割离 里面做了才是犹太人 真割离也是心里的 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 保罗这边讲的话 其实跟救人有关系 犹太人一直觉得 他们是很特别的一群 对不对 他们真的有 从神有领受律法 他们是特别蒙爱的 神跟他们有特别的关系 所以 你没有留意到 这是我个人看法 最近有包括 特别这些年 这些年 在基督教界里面 基督教里面 很多教会 很多牧者 我不是对错 我这样看 包括很多基督徒 他们就对 现在地上的以色列 犹太人非常有兴趣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或者你们都 也许你们大概资讯比较少 你们比较少看书 看论坛报 基督教报纸 你们大概比较不注意一些 最近世界上教会的 一些情况 我举例就好了 很多基督徒 就很喜欢去以色列 不管去观光 还是朝圣 有人甚至说 基督徒如果医生 或者说一个牧师 如果医生不去以色列一次 那就是怎样 你觉得呢 很多人真的去 去以色列一次 好贵 前两个礼拜 我才跟我们几位 北部的同工在一起 交通 我不是批评他们啦 去一次 十三万 真的啊 你看他旅行团 去以色列一次 十三万 你说 那牧师这么有钱 十三万 您想想一想 十三万去以色列 我没有说对错了 可如果我有十三万 有人请我去 我就要去 十三万 神神吧 这是我个人看法 因为 因为 我觉得 我觉得保罗这边说什么 保罗说 你外面做犹太人的 其实不止真犹太人 就是 你可以 神的国 当然 很多人他们觉得以色列 以色列一直到 到 圣子他们跟以色列到末世 什么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可是我真的 当然 你从圣经上看 你可以从很多经文 正反两方面经文都有啦 可是如果我们从这段经文来讲 我自己觉得保罗他 显然他 他没有很强调 现在地上的那个以色列国 那个以色列国被重建 确实是一个神机 我只觉得 我只觉得那是一个神的作为而已 那是不是真的跟救恩 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自己不觉得 我自己不觉得 那谁是真的以色列 那些 按照血统来说 他们才是以色列人吗 保罗明明讲不是啊 按照外面 按照肉体 按照你讲的语言 讲到你的皮肤颜色 按照那个基因来说 是犹太人的 保罗说 不是真的犹太人 而你我 你我 你我 我由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 里面做什么意思 里面做就是我们这些 我们蒙了救恩的 我们基督耶稣基督成为 我们的救主的 在我们里面有神 儿子生命的 保罗说 这些人才是真以色列人 才是真犹太人 这是保罗昨天所讲 当然不是我觉得 事实上很多圣经学者 也这样子认为 也这样子认为 好不好 因为哥里 保罗圣人说 哥里 哥里是心里面的 不是外面的 你外面自己受的哥里 好不好 那也 那不是真犹太人 血统的犹太人受的哥里 保罗也说 那不是真犹太人 有一些外邦人 他们规划犹太人 他们受的哥里 保罗也说 那个跟那个没关系 那也仍然不是真犹太人 心里受哥里的 才是真犹太人 我自己觉得 地上的国度也是一样 所有教会里面说了 讲到末日 讲到神的国 讲到以色列国 我自己觉得 都讲神的教会说的 跟现在 跟现在那个在 在那个中东的以色列国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我个人的看法 是这样 好不好 那当然有人说 耶稣基督 从他降临的时候 降临赶南山 什么地方 我自己其实不是那么了解 可是我也不是那么同意 事实上 你知道去以色列 十三万 如果你要更高级的也有 更贵的也有 但是最好玩的就是 我们去对不对 也有 我自己还觉得蛮好笑的 也有那种圣经学者 圣经老师 他们组团带这些 弟兄姐妹去 带牧者去 去看 对不对 说这边是 马朝 这边是 这个 主要是叫 拉撒路复活的地方 大家都来看 对不对 看完以后他都会讲 这边是主护照彼得 在约旦河 到约旦河 主那边护照彼得 他们都会加一句说 但是因为你几千年前 没有十分的把握 是不是白讲 对不对 你要有意思吗 去看 去看了半天 说这边主的 这个就是马朝 可是不确定 这些主显现的地方 可是不确定 我也不晓得 他们要去看什么 我自己觉得 神圣国在我们里面 那个真理 是也在我们里面 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 我们才是真的以色列 好吗 好 保罗在这边 其实他强调 他仍然强调 强调 律法 那个律法 其实讲到 遵守主的命令 你外面遵守律法 很多的条例 很多的穿什么 吃什么 开始受割礼 那如果在心里面 没有真实的分别 没有真实的归 耶和华为圣 那保罗说 那就不是 那就不是 记着你遵守律法 因为你从别的地方 保罗这个书信源 你就知道 你遵守了所有律法 如果你犯了一条 就是犯了重条 对不对 记着新的割礼 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 那对你 并没有什么益处 并没有什么益处 好不好 好 我想我今天 讲到这个地方 好吗 第三章 下次再 我试试看 所以保罗在那边 我们刚看第二章 25到29节 保罗指出 犹太人怎么样的一个错误 就是让他们知道说 你们受了割礼 并表示你们是真的犹太人 要心里受割礼 你们心里真的分别为圣 是把自己献给神的 那才是真的以色列人 好不好 割礼意思 就是这样 对不对 如果我们 我们把自己献给神 我们自己 把自己从这个世界 从这个老我 分别出来 那就是真的 割礼 是心里面的 主喜悦 我们这样做 好吗 我 都可以 这边 是心里面的 可惡 是心里面的